一看就懂 不會太難 看懂了可能又忘掉 而公平對待包商分工達成任務 我們對於往下以前舊時代 也許腳方欺負乙方 乙方就來欺負頂方 互相壓榨 好像丁錫關的也錫 那種觀念其實現在也不見得是那樣子 大家追求整體的綜合效益 叫中效 就是 Synergy 最大的一個綜合效益 就應該注意到這一點 其他這個我想看了就懂 這裡面我不再說明這細的文字 有空你們再往下去看 這等於是叫守則往下的解說 這應該很容易懂 嘗試判斷就好 所以我就直接跳過去 應該會時間關係 我這裡不再會存者來介紹 就麻煩各位去看 因為這裡文字量比較大 就八項 那再來就是對於勢力 勢力的分析 我一直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進展 就是 討論倫理的課題要融入某種情境 而不是現在的社會 好像大家有時候 尤其一些談話性節目多了 很容易 站在好像是非關己 我很容易去評論 論人是非 都非常容易 但是當我自己是當事人 或者融入其中某一個角色情境的時候 說實在哪有那麼簡單 絕對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這裡我們才會說 應該進到一種類似 role play 或 case study 就是個案的討論 這樣會比較有幫助 對於比較需要思考的 所謂的倫理課程會比較有幫助 那這個講到三十個事例 三十個事例 我們約會把它展開 你在表上面看得到 我們當初是說 比如有專門工程人員 包括技師 工地主任 還有體質管理人員 最後說 乾脆我們定的這個版本 是適用於一般的工程人員 所以事實上這個版本 是適用於 只要跟工程有關的人員 照講 都不能置身事外 他不是 我們已經定到說 這個守則的八個負面 不是只針對工地主任 但是每個人 每個角色 每個不同服務 比如說我做設計的 我做施工的 不同的人 我可能都有一部分 最直接有關的案例 可以來做參考 就把它當成小故事來看 所以這裡有三十者 他分別強調的這些守則 我想不再多做說明 大概八大守則 我們很簡單瀏覽一下 比如說像這個事情 其實倫理情境真的真的那麼特別 你在閱讀這裡的時候 不要一下子 你當然很快 常常很多人會融入角色 不要一下子就設定說 這裡哪裡有違法 或者哪裡對與不對 我想那個都是 事實未備 事實還不具備之前 就做下判斷 但是是要有那個敏感度沒透 可是不要一下子就去做判斷 我們這裡這個例子是說 有地方政府的A先生 有營造廠的一位技師 然後有工程顧問的C小姐 他是設計者 技師要送施工計畫給地方政府的A先生去審查 可是老是審不過 於是他就想 是不是有什麼美感在這裡面 就私下再去請教A先生 然後A先生說 你這個都做得都不用心 哪裡有問題啊 你這個做得不好 那也沒有明確告訴他 到底該怎麼做 我也是那些事情 我幹嘛要幫你做 所以你自己設法去解決 幾次的請教請教下來了 這B技師就說 那這樣你再乾脆告訴我 誰能夠幫得上我 我應該請教誰 誰能幫得上我 於是A先生就說 你這個案子的設計者是C小姐 你去問他好了 他才知道說你哪裡做得不好 就去問了C小姐 那C小姐當然 這個B技師就請教他了 以後C小姐會給予一些協助 果然馬上改版 一送就過關 是真的有效 所以這是一個好事對不對 好事 那後來是 當然感謝在心 這個B技師就請大家吃個飯 那A跟C 大家一起聚一下 也給了一個叫什麼 相當豐厚的報酬 這個指點到這裡 但是多豐厚我也不知道 你自己想像 那這個到底是對還是錯 是法律問題還是倫理問題 還是兼有 我們以這個個案 其實就可以討論蠻久的 這是一個情境 我們往下看 祭司簽證 譬如說 顧問公司有個王老闆 他有一個 我們講 新科的祭司小明 因為他新科 我把他看得很年輕 就叫小明好了 那他是其實是大學 剛畢業 剛退伍了 他很想說 考祭司很重要 所以我來考祭司 於是就找了一個 比較簡單的工作 營造廠 但是做的是什麼 行政方面的事情 因為他怕太忙 我就上下班就好 簡單的工作 那當然他也就做了 可是他重點是 很用功在讀書 讀完書總是考上 寒窗苦讀總是考上的 考上了 然後就有其他的老闆 比如A公司的老闆 剛好他底下的 很有經驗的祭司 離了職 祭司要簽證對不對 對於他們的服務 要簽證 那他就 A老闆就來找這個小明 你來我這邊 我們需要有人簽證 其實說是在我們公司 資歷也不錯 然後大家 工程師都很有經驗 那你有計師資格 這沒有問題 那種品質 我們過去業績 大家都信任了 沒有問題 所以你來 但是你如果還有自己 其他的事情 你也不用全部時間 在這邊 那你只要負責簽證就好 那小明這時候就想 好像不錯的 果然一考上 就有點身價 於是就想說 我該不該去 我準備要買房子娶老婆 對不對 好像這樣子也蠻不錯的 我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我們就 故事就停在這裡 他應該怎麼樣 可以不可以 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討論的焦點 就放在小明身上 這個可以討論 可以討論 他應該採取什麼作為 如果分組做討論 可能答案是不一樣的 這是某一家機車公司 我們姑且叫它閃電機車公司 要出產新的 新開發的一個一型的機車 這一型叫什麼 PD塊 PD塊 那它開發到差不多 在做一些測試 這些測試呢 就是需要一段時間 可是業務部的經理說 我們競爭的那個對手 大概下個月就要推出了 機警還跟我們很像 你如果不趕快 市場都被它搶光了 於是業務部來了壓力 我是總工程師 我負責工程 總經理開了會 說如果不這樣的話 那可能我們業務 我今年的業績大概會很長 而我是總工程師 我該怎麼辦 有人說 你就做法律要求的那一部分 其他的沒關係 以後收入服務 加強一下就好了 我是總工程師 我是總工程師 我也覺得 新車按照我們的品質 絕對沒問題 可是只是大概沒多久 就會開始斷發 那我該怎麼辦 我是工程人員 總工程師 我該怎麼辦 那這個是設計的智慧財產的問題 就是說 我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技師 或者是專業人員 甚至我有博士學位 我會做研發 那跳槽 另外一家公司高興挖角 我過去的跳槽 那跳槽去了之後呢 我原來在這裡所做的很多 老字號公司的研發成果 都不太被董事長重視 過去的新公司 他很重視 他希望我盡量的發揮所長 把這些研發的成果 盡量用出來 好 我該怎麼辦 我到了新公司 當然希望一展龍土 希望有很好的作為 績效 這裡有什麼問題 馬上你會想到 一定有智慧財產法的問題 法律的問題 法律有沒有規範得很清楚 有一些部分清楚 仍然有一些部分不夠清楚 有沒有進到倫理思維 如果是你 應該會有 應該會有 對環境的影響 我是一個蠻重視環境的 概念的一個工程師 那我服務的這家建設公司 現在正要做一個 蠻不錯的開發案 類似迪士尼 遺失奈樂 可是呢 當地有很多生態的環境 包括猴鳥 這個猴鳥都會來這邊棲息 我一開發 很多生態會遭到影響 環保人士寄望於我 因為我以前在他們互動很多 我現在老闆說 你這麼了解 你應該來負責這個案子 我回家會不會很好睡覺 一定不好睡覺 我該怎麼做 法律嗎 只有法律嗎 有一些地方 可能要做一些自我的挑戰 所以這裡 我想這個簡單的結語 就是說 其實我們會強調自律 自律非常重要 個人或者團體的自律 還是談倫理的角度 不要從他律的角度來看 那就白費工夫 於是我們就會寄望 有一些專業團體 應該設法推動自律的機制 可能我還建議工程會 也可以給你輔導 做一些輔導 那當然像這一類的課程 我相信也會有一點幫助 事實上每一個人 逐漸的承擔越來越多 其實業務也有它的社會責任 這些責任 當你有某種決定權利 專業的判斷的時候 事實上責任你就跟著來 這句話我最近聽到 在電視上 蜘蛛人的廣告 新的 新的一起的蜘蛛人的廣告 裡面就 就講出這一句話 蜘蛛人很偉大對不對 有個人的問題 也有社會的責任 那這裡 剛好 我一看 就是我們寫過的這一句話 所以其實現在 是要有工程文理素養的 這些專業人才 更重要的是什麼 要能夠去 甚至明辨 還要能夠執行 從自律開始 可是不是想想而已 要落在 行動上面 這句話 我們從小就記得 但我只是忘了給講 後來我們查了一下 論語裡面指章 如果你還記得這個 值得不逢信道孤獨 也能為有 也能為無 我想沒有用 有些是在行動上面 好吧 因為時間關係 耽誤大家一點點 我想很抱歉 那我就用很倉促的時間 把這個工程文理做個介紹 也希望各位能夠有所收穫的 非常歡迎各位給我指教 那 如果你測驗的話 都能夠順利 好 那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好吧 是不是 我們應該 不用等他來講 我們應該可以說